調查報告 好像是平均四分之一 差不多到了高中以上 就已經有交男朋友了 幸福來得會不會太早 來得早 好像麻痹也會早一點 所以第一次來得太早 不見得是好的事情 大家可以保留晚一點 但是也不要像小哥 太晚了 像我這個可以得到黑喬牌的金像獎 今天不是親音樂嗎 你跟他收斂起來 收一下 大部分情侶是這樣子 差不多這個是若即若離 跟這個甜蜜在一起很膩的時候 就要分手找對方的缺點 吵了吵了就距離是慢慢拉遠的 差不多是這樣了 第一次吵架是這樣 你給我走 我永遠不要看到你 把你所有衣服都戴走 我一見都不要看到 對方的男人說 是你說的 就東西整理 一整理的時候 差不多就在旁邊繞了 我叫你走 你就真的走嗎 你到底還念不念我們以前的感情 大家把話說清楚 常常就這樣 明明叫人家走 又把人家留下來 對方說不是你叫我走 大家把話說清楚 就說清楚 這是第一次 到了第二次 稍微麻痹一點 我永遠不要見到你 你馬上給我走 把所有的衣服都帶走 好 那自己在旁邊叼了煙走來走去 差不多走到門口的時候 正在開門 謝謝你網路的照顧 那我們就 我就今天就走了 走什麼走 把東西放下來 大家把話說清楚 這次可以走到門口 第三次又來了 你走 我永遠不要看到你 還有第四次 這次走 門也關了 啪 電梯也下去了 還可以抽個半根煙 就跑到陽台上面去 站住 大家回來把話說清楚 常常就這樣斷了 再來越走越遠了 再來就門也關了 啪 電梯也下去了 哎呀 也聽到計程車聲音開走了 嗯 抽根香菸 剁一剁方部 一算 差不多回家時間也到了 拿起電話來了 啪 啪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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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嗯還沒有回家 嘟~~! 越想越緊 不好意思走到哪裡去 嘟 不得了 打了半夜找到 你到哪裡去了 吵完 gdzie 看著體力行李跑掉 怎麼搞的 你 trail到哪裡去逍遙去了 馬上坐車回來 大家把話說清楚 那總共講了幾次 六次是吧 當然我講了這些故事裡面 合好一點 一定要有一陣激烈的運動 你只是要告訴我這些 你就讲了六遍一样的故事 后来就越来越远了 终于差不多三个月不见了 半年不见了 还托人家打听 最近他有没有跟谁 后来果然听到 心里又想问 可是又知道答案 旁边他有一个伴侣 又有一点怅然所思 然后慢慢就拖远了 大概人性是如此 才不是 你讲了那么多 时间花好长 我是从人 我是从人性的这种 慢慢脱离的感觉 跟靠近的时候甜言蜜语 你会有这种感情吗 如果你谈恋爱会有这种感觉 我光看我哥哥的版本 你哥是这种版本